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川 又到了每天要给大家录视频的时间 大坤的工位上怎么没有人 咱们差点找找他去 找找他,看看他在哪里 跟他一起,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门口 今天新来的那台车 是新时代V348短轴第一顶 应该是 谁呢 从这个街里面出来,这个门出了 看到吗 我感觉这个外面好像比屋里还暖和呢 开吹的好像 咱们这门多,越来越从哪门出了 从哪门出了 人呢,这儿呢,你看 这儿呢,你看 这儿呢,这儿呢,你看 自己上这车上来看来了 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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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找本田,绕一大圈 大姓赵远大哥刚送来的车 我们研究完方案,我在这儿看车呢 咋的了 你先看看车表里的朋友们 录视频吗 当然 好像没看到我相提似的 哈哈哈哈 你看啊 你看大坤 真能整 真能整 好多朋友说 大坤 我跟你说 你的衣服真好看 你知道吗 嗯 我找你找的多费事 嗯 怎么也不留个电话呢 质问我 怎么也不留个电话呢 警钟 警钟话 问你 我说吧,这个各个平台呢 是不允许我们在上面 是 这么干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然后 然后你自己开发吧 然后大哥就说了 大坤 你知道我多聪明 我看你衣服背后有一个电话码 你说我聪明 哎呀 非老大师的截图给截下来了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好多人都能说 是的 所以说呢 我们呢 考验眼力的时候到了 不是 你看啊 我这是个自然的转世 对吧 对 有风呢我还不能 来回晃一晃了吗 吹动了 就看截图手速了 这个问题 一直从我们开始这个做罪媒体 包括那时候 没人找咱们改车 找咱们就是那个交流 我都怀疑这条视频 能不能过沈 咱们呢 你人家在这儿说 我没说什么 不行 我说你看 我们这个 衣服做要多买 你知道吗 他说这身上全是灰呀 这身上 对啊 全是灰呀 我说完了吗 给大家展示我们这个 对待工作非常有热情激情的 红颜色的工作服吗 是是 我说了 看看这个大庆 赵元 我这个大哥的车 嗯 大哥这啥呢 啥呀 这两天不知道咋的了 挺难形容的 昨天那个小庄给大家发了一些视频 这个大同为80短周低点 是不是 嗯 然后我就跟小庄说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 一般不推荐买短周低点 嗯 然后这个里面有些功能实现不了 包括今天这个大哥来的时候 那个咱们有个车友叫尹逸 嗯 他俩在激烈探讨的过程中 尹逸就说了 这个车要买就买大的 嗯 这个你买 你主要看你这车的用途是干嘛 对吧 嗯 你这车开出去就是玩的 你想想你在车里能站起来 和你在车里站不起来 是两个体验吗 对吧 是大坤故事会的尹哥吗 对就是那个尹哥 咱们咱们只有一个尹哥啊 这个尹哥出境率很高 嗯 今天要当时咱们来这个送七囊检镇来了 他是做七囊检镇的 嗯 然后就探讨这个很尹哥很激烈啊 尹哥就是很坚持自己的想法 你车既然你买了 那你你你出去玩 你为啥非得下地库呢 嗯 但是人大哥说了 大哥大哥说我我我大连有房子 嗯 然后尹哥就反问 那你大连房子是市中心吗 大哥说对啊市中心呢 尹哥说啊那好当我没说啊 哈哈哈哈 就不好停车 人家已经是先买的房子 后买的这个地压车库 嗯 因为大哥是大庆的嘛 然后这个在大连买了一个房子 想奶奶那边玩 嗯 去全国各地也也用这个车 但是现在这个不是完全在退休状态 还有一部分声音要打理 所以呢 他揪起来就去买了这个地点 尹哥就有不同的观点 嗯 然后他俩很激烈的讨论嘛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插话 辩论了吧 我就没有插话 因为我心里是有狭话 但是我跟这个 这么多网友打开交道我是知道的 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人家都是成年人 人家活到这个这个这么大岁数 这个经历和阅历 还有这个做生意的头脑 包括这个工作的这个态度 还有这些经历都比你厉害 人家知道什么样的车型适合自己 对哎那边是来车了吗 没有啊 你这是特意的 不是不是 就是人家知道是什么东西适合自己的 嗯 当然了也避免不了一些 这个就是没有一些经验 然后这个想从咱们这 或许一点信息的朋友 嗯 咱们就会实话实说了 大贵你给我推荐一下 来火车了 咱们这个火车 非常啊 每次录视频必须来火车 一天过不了两趟 只要一录他就来 对 咱们有一些网友是啥呢 就很真诚 大贵你看我什么也不懂 然后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些 然后我就会把我知道的东西 哪些东西使用 哪些东西不使用 这个车的长度啊 怎么不拒绝 摆完之后剩余多少空间呢 大人床一米三五 睡不下俩人不得劲啊 嗯 一般俩人出去玩都是睡两张床啊 一横一竖啊 是不是下地之 晚上企业互相不干扰啊 嗯 把一些经验举例的 把一些经验告诉大家 这样呢 好多朋友说啊 大贵你说真对 我吸取你的经验 但也有一部分网友呢是 嗯 听听就行了 嗯 人家有自己想法 我都跟我媳妇在床上睡一辈子了 怎么出门 我怎么还得分开睡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每个人说的都有道理 那边来个大哥说 大家都不一起睡 他一个屋 我一个屋 我上车上往一起挤啥呀 挺热的 所以说你这东西咋整 你就把两个大哥叫一起辩论 大哥你先说吧 你说你到底为啥在一起睡 那个大哥说 我就不在一起睡 能咋地吧 不能这么干 大家是不明白 所以说不能这么纠结 这样呢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到底低点车对不对呢 没有对不对 嗯 适合你就对 你买了之后你开心就对 嗯 你买了之后你闹心就不对 对 现在的大哥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是 那就是完全完全完全的对 完全正确 真正到两开车 大哥在路上碰着这个网友了 开着的新时代短轴低点 后面跟着一个C型号车 他俩一起相约到大连 大哥到大连自己的家 盛行邀请他吃这个哈啤酒 嗯 吃嘎啦 对不对 喝啤酒吃嘎啦 对吧 你刚到门口 大哥插下钻地库里去了 C型号车在那瞅着 呀 人呢 对不对 跟不上了 这个时候你的优势 想跟你下不去 你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说实际上没有绝对对的事 也没有绝对错的事 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 嗯 又想进地库又想站起来 在里面发工的跳绳 不可能 又想这个 呃一米八成两米的大床 又想卫生间 完了这里面 还能那个托马斯拳拳也不可能 嗯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嗯 这些都是一些废话 都是大康故事会里面的 快探车吧 一些这个没用的东西 七分钟 快快快快 哈哈 嗯 廣州第一顶后掀门 哎呀 上翻门的 对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配置单 你的被风拐掉 我刚摘上吗 对 它是后云车呼吁的上 怎么布局呢 嗯 最经典的 现在这个车是五座状态 大家看啊 第一排是三个座 副驾驶是双领座对吧 嗯 第二排是双领座 这扶手咋这么大的 新出的这个福特系列的车 扶手都是加宽的 对 看吗呢 好的 包括新出的图瓦诺 座椅都是加宽了 嗯 可能根据新的这个规定 有关系 他们都加宽了 但是你真正加宽之后 它放在车里是不实用的 车主们就要把它拆掉 多花这部分钱再换座椅 对 也没有办法 啊 这个东西咱们只能 适应它 嗯 车主咋改呢 副驾驶刷上座 拆掉不要了 第二排 刷上座拆掉不要了 然后换一对能变床的座椅 在这个副驾驶往后的 到中门这个方向 能变成一张床 嗯 床的后面这个 座椅变床的后面呢 是一个低床矮床 这就是因为 为啥不做高呢 你看比如说 大家看这个侧面啊 大贵的卷驶在这 正常如果一台新 一台这个 轻客车型在这的话 我们的床一般会坐到这 对啊 对吧 窗户下沿 下面储物空间大 上面还不超过玻璃 对吧 大家一般是这么理解 但为啥这个大哥的车 只能坐到这呢 40多呗 对 为啥只能坐40多呢 因为它是低顶 它如果坐高了 它在里面是直不起头来的 比如说这现在是床 然后我如果把床坐高的话 大坤是大哥的话 这个脑袋就得这样 你可以是大哥 哈哈哈 然后吧 穿衣服说 就你看 你看我这胳膊 给大家真实的 说一下这个低顶车的感受 如果说这是床 你的床子坐高了 上面是点歪着脑袋 然后你要想脱毛衣 你是不是得这么拖呀 但是你抬到这 这的时候哎 就顶住了 所以你可能就得趴下 趴下这么往前脱 同样的道理 穿毛衣的时候也是 嗯 这就是它这些弊端 然后呢 坐到40多公分 40多公分跟前面的座椅 打成一个全 全全部的平面 嗯 也就是从这个车尾部 一直到这个驾驭台 都能连成一个床 哎呀 带劲呢 带个家里的小朋友 在上面来回跑跳都可以了 可以啊 这是大哥自己设计的一个亮点 嗯 然后呢 它的相应的车底下的储物空间就小了 对啊 可能煤气罐在里面都立不下来了 是 但是跟大哥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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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大哥说没关系 我也不打使煤气罐 使个卡式炉使个垫 我这个顶上那个垫特别多 嗯 煤气罐不行可带可不带 带我就倒着放 不带我就拉倒 对吧 你看人家想到了 那就解决了 但你如果说想不到的话 那你到时候坐完这个床之后 大坤我的煤气罐怎么搁不进去了 这我咋做饭呢 你这就没有做饭功能不行了 所以说咱们有些东西是 是想在这个车友前面的 对 把所有东西告诉他之后 让他自己做选择 嗯 然后 呃 副驾驶这块形成一个对卡座 嗯 还能前后座 还能变床 后面是一个一边平的大床 侧面有个边柜 侧面的边柜 侧面的边柜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一进门 正对着这个空间 在里面有一个边柜 集成了一些冰箱 呃 微波炉 电磁炉 还有一些台卖的这些这个功能 就在就在这个 正对着这个 集成那么多的 对集成这些功能 嗯 大概的布局就是这样 嗯 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标准的 短轴车的这个做法 对 是不是啊 咱们也不搞特殊化 因为这个车已经 不是说咱们这个车 今天头一天出 我是第一个买的 然后自己第一个设计的 短轴车已经好多人在在 在改这个东西了 借件过来之后 这个这个布局这个东西最适合大哥 就最合理 对 就是说一下大哥里面这个布局 然后咱咱看一下上面的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是大哥 自己在家动手制作的 可以啊 买了这个新时代专用的这个行李架支架 是卡在这个边上的 只有新时代能卡 对 然后大哥自己在家 因为他是搞建材生意的嘛 就是家里这些工具啊什么 这些材料很全 喷了白颜色的漆 都给它喷成白的了 上面用这个40x40的国边小铁做了一个框 嗯 然后他就假装成这是一个行李架 嗯 就是如果说好 那遇到什么问题 说你顶上背的啥呀 那大哥可能会跟他说我背的是行李架 行李架正常不超过30公分是不违规的是吧 所以说大哥在里面镶嵌了一个太阳能板 顶上整个是800瓦的太阳能板 嗯 也就是说上平面就是在这个边呗 是不是 对 这块你看大坤摸的这个位置 就是已经上了 太阳能板了 我这构高可以大家看一下 这块应该能看着 对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大哥自己在家动手完成的一个东西 是 挺带劲 对 然后呢 下面就是大哥自己完成不了的了 就需要咱们来共同完成 辅助完成 辅助完成 辅助大哥 对 上位 多了不说了 大家可能也能通过视频里 听出来大坤一点观点 但是大坤不会 特别直接的去告诉你说 你买啥车啥车 对吧 我说完之后 你来分析 你是哪种人群 哪种是适合你的 然后你就选择车型 对 我还是更推荐这个 稍微大一点的空间 你最起码能在这个改装 因为啥你体格大是吧 我本身体格的也大 在这个改装过程中呢 这个也有 我没有发挥的空间 你在使用过程中呢 你也不至于那么憋屈 对 但是现在这个 咱们大庆 赵元大哥的这台车 设计的完全没问题 这车就是最适合他的 对 最适合他目前的这个状况呢 对 到大连还能吃海鲜 还能下地固 对 那就这样吧 行 这期视频就是 给大家阐述一些观点 对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嗯 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 好的 然后 评论 然后 撕信 撕信 撕信就尽量别发了 早点呢 实在回不过来 确实 都成锣子成锣子了 咱就风太大了不说了 然后 喜欢这个这个车型的朋友 点关注 后期我们会持续 把他的视频做完一整期 给大家分享 拜拜